中國跟騷地阿拉伯 本來一場成功的大外宣 想不到反江一軍 到現在習近平會不會變成惡任子呢 但外交危機已經開始 我們先來看 這個可是阿拉伯文 上面阿拉伯文寫什麼你知道嗎 上面寫的是臺灣獨立合法權利 那這個是看在哪邊呢 看的地方可大了 這個是看在伊朗 他們的報紙媒體上面 尤其頭條 頭版頭條大頭條啊 大頭條 而且這個大頭條 直接看出來之後呢 中國一看哇這件事情非同小可 現在跟各位談什麼事情 中國去訪沙烏地阿拉伯 去伊朗忍了 又發聯合聲明 伊朗也忍了 雙方之間做整個所謂的貿易互通 伊朗也忍了 然後突然間 不小心中國卻談了一件事情 各位都知道在波斯灣當中 有一個叫荷姆之海峽 荷姆之海峽當中有三個島 這三個島是控制著 荷姆之海峽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枢紐 那這三個島呢 每一個國家都想要 但每一個國家呢 人人有信心 各個沒把握 但目前那個最大的島呢 伊朗在顧上面有數千個官兵 結果這時候中國 哪湖不開提哪湖 他說什麼呢 他說哎呀我們希望海灣國家 能夠好好的坐下來 討論這三個島未來的一個去向 這件事炸鍋了 這件事為什麼炸鍋呢 伊朗直接指著中國的一個鼻子 你既然可以指責我們的島在整個海中央的一個主權 那臺灣你自己要管好啊 他就說臺灣獨立合法權利啊 你們不每天都欺負臺灣 那臺灣不獨立嗎 暴怒到支持臺灣獨立了 你看 真的說喔 然後真的說完之後呢 而且這件事情不是只有看在整個媒體的頭條 後來呢 把大使找來 然後大使找來之後呢 把大使迅了一頓 迅了一頓之後呢 大使摸摸皮子就回去了 對不對 中國一看大使不妙 趕快派出副總理籍趕快過去 結果一過去之後 伊朗又不開心了 為什麼 先說他找了誰呢 找了胡春華 胡春華急飛到伊朗去看他們的總統 萊西總統 結果那個萊西總統 你哪壺不開又提哪壺 你找也找個像樣的 你現在的政治局當中的七個 你要派來啊 結果派胡春華 各位別忘了 胡春華是團派 這次被團滅 他未來連政治局 連政治委員都沒有 所以他未來是副總理嗎 不是 不是啊 他過去是雛君 胡春華過去有雛君的一個角色 但現在呢 他就是即將下任的 一個學者老人家 然後伊朗說 你派到這種來 是怎麼沒尊重我們伊朗 你是來羞辱我的嗎 結果後面呢 大家雙方各退一步 要以和為貴 那這以和為貴會和多久呢 這我們要來看 但我們不得不講一件事情 這是中國到沙烏地阿拉伯去 兩邊是真的有準備 為什麼真的有準備呢 我們來看這場局喔 習近平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說嘛 習近平這次去了柬埔寨 又去印尼 然後到沙烏地阿拉伯去 沙烏地阿拉伯那個規格多大啊 飛機剛過國境喔 直接戰鬥機出來迎接 直接戰鬥機出來迎接喔 浩浩蕩蕩就迎接下來了 對不對 迎接好了之後呢 一下整個飛機 整個飛機你看 象徵兩國的整個國旗的國煙 採煙飛機直接飛過去 然後呢這個走完之後呢 還沒完 二十音響皇家禮炮 砰砰砰砰砰直接開 然後開完之後呢 大家坐下來談的時候呢 你三百億美金 我三百億美金 沙烏地阿拉伯 這次真的是真金白銀 全部做足 包括了電動車 包括了通訊設備華為的 包括了整個太陽能板 總共三十四項 三百億美金的貿易項目 那中國呢也端出來 大概同等金額 你們加未來的原油 大概天然氣等等的 大家就坐下來 哇那個面子座超大對不對 結果面子座的這麼大之後呢 伊朗這時候忍不住了 為什麼伊朗會這麼氣呢 三島問題 剛有跟各位說 荷姆之海峽的這個關鍵點 他特別奇怪 他就跟台灣海峽一樣很狹窄 那這麼狹窄的過程當中 當中有三個島 這三個島呢 你是不是所有的郵輪 都要經過這邊 那我只要在這邊呢 你任何一條郵輪 只要雙方各自你對 我看你不合 你看我不順眼 我在這邊扶起你的郵輪 夢中捉鳥啊 所以在這當中 誰有辦法取得他的控制權 誰就對整個未來的石油 有很大的影響 那目前三島當中 最大島是伊朗在駐軍 結果呢 中國在海河會呢 哪湖不開提哪湖站邊 過去先跟各位簡單說一下海河會 海河會叫做波斯灣海灣經濟聯合會 那整個波斯灣呢 就是阿拉伯這邊一派 然後伊朗這邊呢也有一派 伊朗旁邊有阿富汗啊 也有整個伊拉克等等的 然後呢他就強調三島的和平解決 伊朗忍不住了 伊朗這時候忍不住了 你們一切的行為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 這個對他們來說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譴責 為什麼呢 你賢品愛富啊 伊朗比較窮嘛 阿奴我比較有錢嘛 你跑去那邊 你是不是賢品我們愛富 過去我們伊朗幫你背了多少的一個黑鍋 但我們不得不說伊朗過去很多辛苦的事都是中國幫他做 各位還記得華為那時候孟晚舟為了什麼事情去坐牢呢 就是伊朗的通訊設備嘛 那現在伊朗的發言人呢 他就講喔 講得非常非常硬喔 他講什麼呢 他說任何現在的要求 全部都是破壞穩定的一個因素 強烈譴責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跟台灣的台獨問題一模一樣 幾乎一模一樣 那這時候呢 伊朗就跟整個中國扣他罪名 這個罪名挺重的喔 這個叫被顧向心嘛 就你洗心驗交啦 我是你的老朋友耶 過去我是你的鐵哥們耶 但現在呢 對中國來說嗨啊 先來跟各位談幾件事情喔 中國進口最大的第一產品叫晶片 但中國進口第二大的產品叫什麼呢 叫原油 目前整個波斯灣地區 包括了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包括卡達 包括了伊朗等等的 一年買了多少 各位兩兆美金 兩兆美金 各位十四億的國家嘛 買兩兆美金啊 但想不到呢 一場高規的一個訪問 本來出去浩浩蕩蕩喔 到了整個昨天之前 這一場的外交訪問都是大勝利 為什麼大勝利呢 你去看新華社 你去看人民日報 看全世界 哇中國站起來啦 多大的面子啊 想不到這個多大的面子 人家用頭條來說 台灣獨立合法權利 但重點是呢 哪一國看中國都會氣呼呼 伊朗看中國忍了 中國忍下來了 當然得忍啦 我就問各位嘛 這種外交問題 現在沙烏地阿拉伯 你惹不起 伊朗你也惹不起啊 兩邊各買大概35%左右的石油 你缺了這35% 你中國坐的車不能動啊 這個要怎麼辦 各位這要怎麼辦 所以習近平現在呢 本來以為是大成功 現在變成惡任子 裡外不是人 但我們鏡頭再來看喔 最近全世界真不平安 想不到呢 全世界最大兩個國家 現在談喔 中國跟印度真好玩 一個人口14億 一個人口接近14億 兩國都有五代戰機 兩國都有航母 兩國都有核子武器 兩國每年都花數千億美金的國防預算 兩邊單挑打架 用狼牙棒 用狼牙棒 真的用狼牙棒 全世界最大的兩個國家 都有核武喔 花了這麼多錢就會搞什麼了 哇 大家比武啊 真的比武喔 然後呢 拿狼牙棒 拿著石頭 然後拿著拳頭這樣 拳腳之間對抖喔 長年不合 又浮上檯面 簡直像虧到古戰場了 沒有錯 而且每次 有沒有發現特別奇怪 從2018年2020年一直到現在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但各位 打真的打假的 表面上是打假的 實際上是打真的 我們來一來一回先跟各位說 什麼叫打假的 剛有跟各位說啊 你有五代戰機我沒有啊 你有核武我沒有嗎 你要什麼 我們通通都有 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兩個國家 應有盡有 那為什麼打架用狼牙棒呢 很簡單 小打小鬧可以 不能真打 因為後面有大利益 那現在的誰是老大呢 現在是誰都不惹 還好到手機 到製造的外移 其實呢 中印兩國都在拼 但拼 心裡面氣啊 有時候一言不合 只好打 打的時候用南洋霸打 用拳腳打 能不能真打 不能真打 但恨在不在 恨一直都在 你知道我pose broke 怎麼打 什麼 你 沒太多 沒太多 咥 那 沒太多 沒太多